好 谢谢吴教授的分析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双方的任国与合并契约 预定在6月20号前 完成协商与签署 赵峰银行宣设上海分航案 日前向金管会自动撤件 成为两岸金融市场 双向开放以来首例 赵峰银行将调整登陆策略 但由于赵峰银有大陆库险 上线规定缺失 金管会将等改善后才会合准 国际研究暨顾问机构部门 公布2014全球前25大 供应链厂商排名 苹果连续期年稳坐 雇能供应链厂商排名的龙头 麦当劳连续第二年位居第二名 第三名则是亚马逊 台积电技术论坛本周四登场 在20奈米产能 今年上半年到位之后 台积电将在会中宣示 加速16奈米粮绿拉升 而产能建制脚步 同时加速10奈米研发进展 拉开与三星等竞争对手差距 巩固今年代工龙头的地位 新唐人杨核电视整理报道